好 大家好 这里是IGG 数码咨询布林歇 终究还是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iPhone14今天又跌了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昨天我还发了一期视频说 iPhone14今年的价格肯定扛得住 那么我被打脸了 不好意思 我又失算了 真的失算了 没想到今天就来一个大反转 是什么一个反转呢 首先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iPhone14批发报价的行情 这是华江北的 也就是现货 也就是说既买就可以既发货的 首先iPhone14的128D 6010啊 也就是说多了10块钱 溢价没有了 差10块钱左右 这个就是忽略不计了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顶配的价格 512G的 512G的官网售价是8399 那么华江北的价格8120 看到没有 好样的 又跌了 是不是 如果你们昨天买的话 第一批货里面就是亏云在厕所 黄牛今年肯定是吵不下去了 我还是一个假想 而既然第二天就跌了这么多 我相信后续的话 这个价格一般就是平稳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中配版的 14Polo 14Polo 绿点映成的官网售价是7999 那么现在呢就是8700 也就是说昨天还有一价2000 今天就是一价700了 我们再继续来看它的高配版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高配版的ETP的是12499 那么华江北这边的价格是15100 这么说吧 现在华江北的价格基本上是饱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在9号的时候 应该有大部分的人抢到这台手机了 那么很多人抢来就是想卖给华江北 那么华江北的货源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当然这也是我的假赏 今天华江北有现货的货源 既然它现在的行情就是跟官网的行情基本上差不多的话 我大概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吧 我们再看一下顶配版的 顶配版的14Polo Max 6.7寸的起步价128就是8999 那么目前华江北的价格是10400 还是要溢价2400左右 14Polo Max今年是一款最热销的机型 我猜想了一下 应该这个机型呢 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因为它是高配码是顶配码 大屏码 很多客服应该是喜爱的 那么大家看到这样的行情 你觉得当下还是入手的好事吗 哎 我想了一下 真的 昨天发的那个视频溢价两三天的话 我真的被打脸了 我相信接下来 他还会慢慢的继续往下调整 是不是啊 那么此次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在这里 关于他新发布的手表 你们也可以把这张图片截下来S8的 你们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在私信处评定处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苹果产品有帮助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灿烂